贵妹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上我的广播了 也曾经上过我们节目的直播 但今天来做的是录播 这样从来之前的心情到进来 今天录完以后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其实在跟凯伦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感受到凯伦的认真用心 他让我跳几首歌 然后我挑了传给他 他在回复的是说 这首歌如何我们可以做调整吗 那那首歌如何我们可以怎么做吗 所以我觉得凯伦是一个很尊重朋友 尊重工作来的来宾 非常认真跟用心 在录音的过程中 其实那个情绪 也许特别来宾是被你带着走 然后也许有很多已经忘记的事情 其实是被你在提起的 然后那个回忆就马上充满了整个脑袋 你知道吗 那有的时候是很开心的 有的时候是其实就是很挫折 很难过遗忘你很久的事情 但是会被你勾在勾起 有一些是可能是放在心里很久的事情 但是进来这个录音间以后 会被你再提出来 是很感动的 所以进来的时候之前只是想 我们看看老朋友好久没见 但录完以后 其实心里满满的感动 满满的爱 那个是没有办法说的 大家好 我是杨贵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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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